今天能够看事情 这边能够理性的来对话 我们一直都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态度 不让吴依宁再放话 北市府赶紧阻挡媒体访问 为了国菜市场改建 加开双首长会议 不管吴依宁嘴上说的很理性 北市府可把话说前头 如果说改建市场 还没有发包的时候 就土利就因为11亿的话 我想这个购物局长 厂包局长 还有两个局的 最主要干部都要抓紧枪毙 不只说重话 连吴依宁上任后 出席记录都全公开 40次会议只现身10次 白名冲着吴依宁来 毕竟这一次国菜市场改建 北农和北市府提出版本大相晋题 北市府立场当然得先站稳 北农在3月这个提案 这个提案减了很多需求内容 那一事情到了7月 正是北农的东韩过来的时候 又恢复了原始的面积 所以根本没有一个叫做 可以减少实意的案子 那只是过程中一个假的议题 直接否决北农版本 让吴依宁笑得有点尴尬 不过面对北市府评出招 吴依宁也不是慎友的灯 105年3月15号的时候 等于是韩总在的那个时候 提出来的需求建议去拧定的 也等于是说中间的讨论过程 却都没有在纳入了 双方一来一往各持己见 台面上看似心平气和 台面下却频频闻到火药味 为了里子和面子 北市府做主准备 却也让这一场市场改建案 演变成政治角力战 欢迎新闻科黄明检议林 吕佳恒台北报导